和緣關節輕輕由11倍變10倍 反而12號的威力由5.7倍落到5.2倍 成為新的大宜門 不看臨場了 徐軍禮停賽復出 其實師傅的威力上突 惡馬很久的他 希望可以憑這筆6.1倍的次宜門 交出好表現 至於大宜門9號的深秒勝 在還有兩分鐘開跑的時候 突然間一陣飛 由10倍打到7.1倍 開跑的時候更加只有5.3倍 8號的京城天堡 和11號的護力威分別都有飛落 跑場道說氣力、韌力 我們說馬都要的 慢慢說 一出閘 例牌都是慢一點 就是那些良友之寶 春風得宜 內蘭那隻就陪著他一點點 京山玉都是尾三 都不是快的 尾四就是威力 先說在後面那些馬 因為大把時間可以說前面 很快已經看到新鷹 就好像以往贏的時候 就放在前面走 第二位就是那隻活力威 然後開一邊 篩一篩出去之後 又慢慢走過來 就是那些競秀精神 再隔一馬位之後 連連如意 跑到長途 就不會落後得很遠 都跟著在第五位 旁邊那些藍藍的衣 貼著內蘭 就是那隻樂菲的深妙城 這個時候外面有一隻馬 中了上來 就是那些天才小子 走著走著上來 到三、四位 就快到第二位了 再跟著後一點 又看回那些馬 看到有一隻真寬藤 貼了藍 今天可以嘗試扭扭住 都很好 走得挺輕鬆的 旁邊那隻外面 就是京城天堡 在後一點 威力還是保持在 尾三、尾四、尾五的位置 然後驚山玉 當然跟你留一段 春風得宜 涼口之寶 還在包尾尾 去到現在 差不多一千那個位置 變化都不是很大 依然都是那些新鷹 帶著整個角馬位 第二位就是天才小子 在內蘭 中亞中亞 似乎走得挺有活力的 就是那些活力威 一個馬位之後 一隻馬鈴丁 就是那隻 敬獸精神 然後見到 深秒勝 也看到刀耳 仰著仰著走著 然後年年如意 又是有多少懶的 看到鄭玉婷也開始騎著 然後內蘭 君寬藤在海邊 還拍著那隻 驚承天堡 歸力依然在 尾四內蘭 那隻隔離 就是這個驚山玉 開始要走 尾二 就是春風得宇 看到偉弟也在動手 一路在包尾 動手 但是進展都不多 就是那些良有之寶 好了 第一次轉入直路的時候 看到新鷹 帕浦打邊下去 反應都是一步一步 不是太多 另外一隻 天才也散了 開始追上來 深秒勝 原來已經轉出來 中間來追 內蘭的馬上來 有蓮如意 曾寬藤 開邊還有春風得宜 走到這個時候 深秒勝都幾大步 但是蓮如意貼得很緊 一對馬衝箭 春風得宜 追得只有第三 過中天的時候 第一名就是深秒勝 第二是蓮如意 第三名春風得宜 第四就是曾寬藤 都鬥得幾好看 這場五班賽事 雖然我們看到也有 一早放了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深秒勝 留意一下 早段都爾的處理 都頗積極的 七檔起步 嘩 這裏拼命 樣子不斷押上前面 我都沒有留意到 這裏這麼好東西 被他摺到裡面 是啊 好東西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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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轉 很容易 因為曾寬藤不上去 變成給了一個位置 但你又不說曾寬藤錯 因為他都今天變了一個跑法 也加上第四 因為拉斯 他都有一些衝刺 都頗特別 一件事 現在你看到 其實很多 我們經常都說 現在又不是一定說 主稅制度 會比公司 騎司制度 但是現在變成 我們經常見到 在賽事裏 很多時馬的配搭 兜來兜去 換來換去 無疑跑馬 始終是跑馬 但很容易令到你覺得 為何這裏馬 這個人騎了那隻 那隻 那隻 就會在配搭上 令你有些眼花撩亂 但你看看今天 一路這裏馬 臨尾那些飛 是很有信心的 你當下 變成了大熱門 變成了大熱門 有些人都是因此而得益 聽一下賽後的事先 先說回 在600米轉彎的時候 競秀精神開始外閃 之後在墮退之際 嚴重外閃 接著就沒有被力 拆到終點 賽後手衣檢查過 內規的檢查 顯示匹馬器官裏面 有很多的濃淡 而因為匹馬包尾大敗議會 小組認為 是表現難以接受 必須要在轉彎逃程上 視乘合格 並且通過手衣檢驗 才可以再出賽 另外去到250米 活力威 在新鷹內側 無路可上的時候收慢 之後在150米 未能夠望空的時候 再收慢避開新鷹的後提 接著就沒有被力拆到終點 小組告解梁家俊 在類似情況下 當有空位出現的時候 起碼應該手足並用 恢復催拆座騎 另外一個問回 就是普羅西 關於荊山玉的差略表現 他說荊山玉如常 放在後面跑 在早段走勢暢順 帶進入對面直路之後 走勢未如預期 在催拆之下未能夠加速 直路上代為外閃 他就未能夠就匹馬的表現 提供解釋 賽後手衣檢查過 沒有什麼特別發現 為何不解釋這隻馬 年紀大了 引力會減弱了 或者連續 學了幾場 我是這樣看 因為去年我已經這樣說了 今年就叫做 好彩那場泥地 都叫做扭著它 當然都不講得很大信心 樣子就樣子 是挺好的 偉大都跑得很心機